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现在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 肥胖的发病率比10年前几乎是翻倍增长 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 主要的原因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有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果蔬汁 既减脂瘦身也能美容养颜 做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一根香蕉 香蕉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吸收肠道中的水分膨胀 使粪便软化 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效果 香蕉能够通便 便秘的人可以多吃香蕉 而且香蕉还能够消除水肿 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 最重要的是香蕉还能减肥 香蕉的热量很低 香蕉减肥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成年女性中几乎有90% 处于肾死纤维不足的状态 而香蕉的纤维素相当丰富 特别是有便秘问题 排毒不太好的人群 可以利用香蕉来促进肠道的蠕动能力 将蓄积已久的毒素与废物排出 有望在短期内减重输进哦 在水果中香蕉的甲含量最丰富 我们体内都含有各种矿物质 其中钠会令血压上升 而渗入甲就能在排尿的时候 注进钠的排出 同时消除水肿 把香蕉切成薄片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半根黄瓜 在蔬菜当中 黄瓜的含水量是最多的 而且它是低热量的食品 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果胶质和少量的维生素 黄瓜可以清理肠道 降低胆固醇 而且黄瓜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 对人体肠道内的毒素的排出 有一定的作用 黄瓜当中含有丰富的黄瓜酶 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帮助肠胃消化吸收 还可以降低胆固醇 黄瓜当中富含的膳食纤维 还可以增强饱腹感 促进体内肺物及毒素的排出 抑制身体内的糖类转化为脂肪 再加上黄瓜含水量比较大 但是热量比较低 所以吃黄瓜是可以减肥的 对于减肥人群很适合 把饥饿的黄瓜也放入盘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苹果 给它去掉外皮 苹果是很有营养成分的 很多人都喜欢吃 苹果带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吃苹果之后能够推动肠胃蠕动 改进便秘的状况 吃苹果还能够提升肾脏功能 针对排出来身体有机肺气 是有协助的 能够清洁血液 说一说 吃苹果除开能减肥瘦身以外 人体也越来越健康 苹果归属于低烧食材 二两的苹果只造成 就是大卡发热量 因为摄取的发热量很少 在人体需要不必要发热量的情况下 就需要身体存款的发热量 供求平衡 因而人体里边不必要的人体脂肪 便会被消耗 人也会瘦下来 许多看起来胖的人通常是吃许多的东西 会造成胃力扩大 因而没有办法控制胃口 苹果带有与众不同的果酸 这类成分进到身体之后 能够加快基础代谢 降低人体里边的人体脂肪 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把切好的苹果放入盘中 接下来锅里烧水用大火烧开 水开以后 把洗干净的菠菜焯一下水 去掉草酸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的蠕动 在预防便秘方面有很好的作用 菠菜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膳食纤维 热量低脂肪少 时候增加味的饱腹感 促进肠蠕动 预防便秘并及时排出毒素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是减肥者上家的食品 菠菜焯好水控水捞出 放到案板上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都倒进果汁机当中 再加入300毫升的清水 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然后按果酥键给它打成汁 打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这样喝起来会更加的细腻 大约一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把打好的果酥汁倒进杯子里 这样就可以直接饮用了 尤其是腹部脆肉多 皮肤暗沉 气色比较差的朋友 可以多喝一些 长期喝可以润肠通便 酱脂瘦身 排毒养颜 这几种食材都比较低脂 营养丰富 喝了好处非常的多 制作非常的简单 喝起来也非常的好喝 最好是每天晚上喝上一杯 喝一段时间 这些问题都可以改善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一下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怪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